基隆一名居家檢疫婦人 一家四口搭計程車 從基隆到台北就醫 結果婦人確診 基隆市衛生局 今天重罰婦人100萬 而同行的媳婦也被罰70萬元 3月19號婦人跟媳婦 以及兩名孫女 從美國返台後 婦人3月21號出現 體溫偏高 喉嚨痛的症狀 而衛生局立刻安排婦人 到基隆醫院篩檢 3月22號檢驗報告還沒出爐 但婦人就找了 同樣要居家檢疫的媳婦 和兩位孫女 從基隆搭計程車 到北市醫院就診 一家四口違規外出 但這位婦人 她可能就是 不希望在基隆這邊採檢 所以直接跑到台北市來 婦人檢驗後確診 為案209 衛生局立刻找上計程車司機 同行的媳婦和兩名孫女 另外還有與婦人同住的 小姑和丈夫進行篩檢 結果婦人的丈夫檢驗出陽性 也就是案246 坐的是這個計程車的部分 我們當然也會去做 後續的一個追蹤 不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後續的一個個案發生 這個被感染 雖然其他五人採檢後 呈現陰性反應 但婦人搭小黃爬爬躁 基隆衛生局14號 重罰婦人100萬 媳婦70萬 而兩位孫女未成年 依法不開罰 不過婦人家屬覺得不公平 認為衛生局推卸責任 在過程中都有一再的 跟這個衛生局在這邊做聯繫啊 那沒想到還是用這麼重的 這個處罰的金額去做處理 不過外出就醫是事實 基隆衛生局既出重罰 兩人一共被罰170萬 必須7天內僥親 否則將面臨強制執行 記者君榮 李育鈞 基隆報導 以上 謝謝 謝謝